指导员第一次上战场,就尿了一裤裆,命是薄住了,可这怂包事迹却彻底传出去了,他也因此被关了禁闭,但他还没在禁闭室里待热乎了,就连连掌骨子弟,就因为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,枪杀了一名俘虏,还将剩余俘虏的棉衣服给扒了,所以本次战役中,应该是大功臣的骨子弟,也被安排到了禁闭室,度假三天。 而王金存这尿裤裆的事迹,他自然是有所耳闻,立马认出了王金存,但意料之中的,没有嘲讽,因为骨子弟知道,这战乱的世道,就连菩萨来了都得尿裤裆,更别说人了,但让人意外的是,骨子弟在出了禁闭室后,却主动向团长刘泽水提要求,让王金存当自己的指导员,因为明天中午的战役,九连要仅凭46口人,扛下敌方的前线火力,掩护大部队撤离,因为人手实在是不足,流进水便同意了骨子弟的请求,因为一场硬仗即将 到来,不管几点钟,以集结号为令,随时准备撤退,听不见号双,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,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,是,不到最后一刻,任何人都不能退缩,很快,九连的兵就来到了救药厂,准备坚守阵地,为掩护大部队做准备,挖战壕的功夫里,王金存便被拉到了战壕里,虽然大家都听过他的光辉事迹,但连长骨子弟的面子,还是得给,大家便稀稀拉拉的鼓起了掌, 欢迎着王金存的加入,但众人话还没说完,敌军的炮弹就在身边炸了花,九连士兵立马撤离,躲进了摇洞里,可战壕里的王金存,一听到炮声,腿就直打哆嗦,跑在身旁的兄弟给力,将他连拉带拽地拉进了摇洞,很快炮声停了,摇洞里的士兵们便趁机鱼灌而出,潜进了战壕里,静带敌方进入火力范围内,见兄弟们都出去了,只剩下微微缩缩的王金存,公司有心劝解他, 子弹也一样,谁害怕的招式,只要你不害怕,子弹绕着你走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,于是王金存狠狠心便走了出去,战场上炮火连天,血肉横飞,此时的王金存,见身旁的兄弟被炸来了半张脸,没了半截身子,吓得愣生生地处在了原地, 也亏得九连的士兵反应快,炮火猛,硬生生地将敌军战时击退了,可九连眼下能用的兵仅有三四十人,但集结号的号角却始终没有吹响,不知道九连能否坚持到号角吹响的那一刻,炮弹一飞,人被炸得七零八落,想要捏个人形比拼拼图还要困难, 古兹帝不忍心看到兄弟们,死了都没个尸体,便下令让活着的兄弟将同伴的尸首抬到窑洞里,炎霸,一转头,就看见王金存对着具缠满绷带的尸体抹眼泪,这战场上子弹是不长眼的,身旁的大活人随时会变成不喘气的尸体,就连古兹帝这个连长,也随时都有嗝屁的可能, 我要是被打穿了脖子,别浪费那么多绷带,给有用的人留着, 可古兹帝刚把死了的弟兄拖进窑洞里,就听见外面又传来了几声枪响,原来是两兄弟将古兹帝的手表坏了, 便爬进死人堆里,将敌方手掌的表给拔了下来,想带给古兹帝,谁曾想竟将自己的一条命给活活搭进去了, 但他们还来不及悲伤,敌方的坦克就驶入了视线,古兹帝赶忙招呼手下推出小土炮,对抗敌军的大坦克, 小鸟对他炮,结果可想而知,一个炮弹轰过来,将古兹帝的人炸蒙了耳朵嗡嗡的, 但稍微缓过神来,他又立马架起土炮,朝着坦克轰落过去,终于炸毁了一辆坦克, 可后面还跟着一辆,九连剩下的兵只能疏死一搏,凭着一须肉身, 扛着炸药,拎着手榴弹,义无反顾的朝着坦克走去,很快,九连的兵又亏了一半, 这时排长焦大勇,被人从战场上抬了下来, 集结号响了,可是古兹帝的耳朵被震聋了, 他愣是没听见集结号的声音,有的人听见了,有的人没听见, 古兹帝也没了主意,在他犹豫不决的空档里, 连里仅存的十几号人中,有人却坐不住了, 后方的大本营早就没了动静,现在他们再不抓紧时间撤离, 九连恐怕是要绝肿了,焦大勇听到号声,就是为了让九连留个活口, 和古兹帝答应过刘泽水,集结号不响,绝不撤退, 但他也不拦着想走的人,毕竟这命是在自己的手里, 不过九连里可没有挠住,他们一个人都没有离开, 始终坚守在这片阵地上,入夜后敌军再一次潜入, 但九连仅存的兵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, 当最后的炮弹用光后,所有人在枪上装了刺刀冲了上去, 最后九连除古兹帝一人全体阵亡, 他被我军误服时陷入昏迷,身上却穿着敌军的制服, 等古兹帝醒来身体恢复时,一切却都变了模样, 现在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身份,正当他苦恼不已时, 却有人进来争炮兵,古兹帝文言二话不说举起手来毛遂自荐, 他就这样再次被带回了战场,成了赵二斗的兵, 转眼间他便跟随部队到了朝鲜中部,擅长步兵作战的古兹帝, 便被赵二斗派遣出去,成了侦察兵, 为的就是设立观察点,寻找合适的机会, 把集结起来的美军部队炸得稀巴烂,出发时, 大伙已经换上了盟军军装,准备前往美军营地附近, 可赵二斗这个倒霉袋刚上路,就踩了地雷, 眼下进退两难,更糟糕的是美军坦克顺着大陆缓缓驶了过来, 正当全体步兵举枪准备反击时, 古兹帝突然想到,他们身上正穿着盟军的军装, 岂会有打起来的道理,见羊鬼子没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, 走下来朝他们急里咕噜一大堆, 他也袭里糊涂说一通,各自不明白对方的意思, 羊鬼子便匆匆离开了,见羊鬼子走了, 古兹帝俯下身,小心翼翼地割开赵二斗的鞋底, 替换了他,要知道下一场战,没了自己不搭进, 没了赵二斗,那就失了主星骨,那麻烦就大了, 倒不如自己顶着,坏一致死,赵二斗也不磨叽, 拔腿就带着兄弟们朝前线去了,很快, 炮声便从远处传来,而古兹帝归在雪地里, 渐渐被冻僵了,失去意识的那一刻, 手一松,地雷就炸了,可骨子地命大, 这场战争中,仅仅丢了只眼睛,却保下了一条命, 一条烈士的命,能换七百斤消灭, 可一个失踪的士兵,每家每户只能领两百斤消灭, 解放初期这几百斤的消灭,不仅仅是食物那么简单, 更是一个家族荣誉的象征, 但令阿梅没有想到的是,他那当兵的丈夫王金存, 怎么就变成了失踪人口呢? 更有同时退伍的人传言, 王金存是个逃兵,早就被自己人枪毙了, 他不相信丈夫是这样的人, 却又没有证据为他喜庆冤屈, 就在这时,赶回来的骨子地听到了阿梅的这番话, 立马认出了他就是王金存的小媳妇, 他赶忙上前与其相认, 这一次骨子地回到这里, 就是为了找自己的弟兄们, 为他们的失踪证明, 可姚长早就变了样, 骨子地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姚洞, 甚至连兄弟们的尸体都找不到, 有的只是荒山后一座座无名的烈士坟, 没有办法的骨子地, 只好带着阿梅去找赵二斗, 他有心撮合两人凑一对, 毕竟阿梅一个寡妇, 死了男人独自过着苦日子, 倒不如跟着赵二斗, 这一来二去之下, 两人竟然结婚了, 很快, 另外一个好消息传来, 赵二斗找到骨子地以前的部队了, 但等到骨子地赶过去时, 就发现刘泽水早死了, 只留下曾经跟在他身边的小梁子, 从小梁子的嘴里, 骨子地这才得知, 当初他们奉命守着救药厂时, 小梁子根本没有接到指令, 集结号从来就没有想过, 刘泽水为了保住大部队, 便将酒莲当做了棋子, 打仗没有不死人的, 可骨子地不能让牺牲的弟兄们, 白白变成了失踪人口, 他不甘心, 便独自回到了救药厂, 在矿场里挖自己死去多时的弟兄们, 这一出头一出头的过去, 过去了好多个日日夜夜, 终于阿梅带来了好消息, 上级组织终于追认, 骨子地酒莲失踪的弟兄们为烈士, 在1958年的冬天, 温和大型水利, 水阔的大坝从南河的矿区蓝窑穿过, 施工中, 人们从一口飞摇井里, 发现了47具烈士遗骸, 酒莲在温和战役中, 执行命令坚决, 完成任务出色, 特授予酒莲全体指战员,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, 英雄终将得以证明, 烈士精神永不褪色,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 这是在09年拍摄的战争片, 无论是剧情还是道夫话都非常出色, 一句我证明, 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窝, 一个永远没有吹响的集结号, 但背后却是一群无名英雄的故事, 好了我是AJ,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, 记得点赞, 关注双连, 我们下期再见。